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由于台湾的疫情是逐步升温 在这里又提醒观众朋友 出路时记得要佩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 共同防疫 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 全身穿着防护衣 尽管是环保局清洁人员 针对确诊者到过的地方 仔细的喷洒消毒 在新冠疫情扩大后 包括协助医调 机查八大行业 与民众是否确实戴口罩的警察人员 还有负责全市消毒工作的清洁人员 等实际接触民众最多的防疫人员 却没有被列入疫苗优先施打对象 就用市长林二昌 因此呼吁防疫指挥中心 除了医护人员外 也应该将包括警察 清洁队员 公共运输司机 学校老司机 区公所护证人员等各级政府 第一线基层 纳入优先施打对象 才确实拉起社会防线 避免疫情破口不断产生 他们每天都在接触 非常多的这个民众 那应该在这边 拉起一条防线起来 避免这个过度的一个接触的时候 产生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觉得是应该 做一些考量 也做一些重新的思考 打破原有的框架 把上述五类的人员 能够思考纳入优先施打的一个顺序 那尽快的用疫苗 拉起一条社会的一个防线 对于林又昌的呼吁 每天都得到各确诊者 足迹进行消毒工作的清洁人员 也非常认同 我们真的是第一线接近的人 我们第一线就是 原来我们真的是一期啊 打疫苗吧 据了解第一波疫苗 基隆市分配到大约4800剂左右 大部分A1医护人员已经施打完毕 至于第二波疫苗 没有昌证实 基隆市分配到3000剂 已经拟定好施打优先顺序 这个疫苗有3000剂 也就是300平的疫苗 会博博到基隆市 那我们也已经拟定 施打的一个计划 会来依中央的 施打计划的一个指引 来尽速的进行 疫苗的施打的这个程序 基隆市这方面表示 将在继续向中央 争取更多疫苗 让更多人能获得疫苗的保护 远离疫情的威胁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反义指挥中心5月26号 宣布基隆市新增13期 确诊病例 创下基隆单日新高 其中小姑娘小吃店确诊者 就新增7人达到13人 包括案5772 是小姑娘小吃店负责人 案3835服务的另一家小吃店 金水湾也曝光 3835 他在发病之前 他曾经到其他的小吃店 去服务工作 目前了解的是 他曾经到过金水湾小吃店 他曾经到过金水湾小吃店 去做服务 目前呢 我们也透过追查 现在是追踪总计是41人 41人 那我们在今天呢 已经安排了四个人 要进行採检 小姑娘小吃店的这个案子呢 会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个案 那目前在进行相关的疫调跟追查当中 那我们也取得了CDC给我们的一些电子足迹的资料 那目前相关单位正在这个进行这个查询的这个程序当中 另外被列为专案列管的成功市场摊伤确诊案也持续延烧 经过筛检后又有一名摊伤确诊 原本停业到5月28号的成功市场外委会方面 也决定自主延长休市到6月3号晚上12点 我们很遗憾也是最担心 在昨天CDC公布的这个名单里面 又新增加一例是我们成功市场的摊伤确诊的案例 就是新的5208 新的5208 那新的5208这个个案呢 它的摊位是在案3519 是在案3519的旁边 那是被市政府我们匡列为是可能的密切接触者 那经过裁检安排阳性确诊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成功市场的这个专案 已经有三个摊伤确诊 金融市政府也公布新增确诊者资料 案4933在台北百货专柜服务 4月底曾到台北红楼酒吧 案5204是家馆 曾在华西街照顾友人 案5206的太太妹妹 是也确诊了小姑娘小吃店负责人 另外案5344是50多岁的产科工作人员 因为女儿已确诊男友到家里用餐 结果一家五口都确诊 案5344 这是一名女性50多岁 她是在本市某一副产科的工作人员 那她是每天都是骑车上班 没有搭乘公共的一个运具 那目前初步了解起来 她的女儿是在5月20号 有这个男友回家来用餐 那她的男友呢 当下去收到了确诊的一个通知书 那是一个新北的个案 目前这个案子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全家5个人全部确诊 由于这名产科人员属于后线工作者 健康市卫生局方面初步研判 没有传染诊所医护 孕妇甚至新生婴儿的疑虑 她不定时做后线的工作 她没有到前线的机会 所以她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 其他的医父同仁 也没有机会接触到 那个所谓的产房里面的一个婴儿 那至于我们匡列的接触者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疫调 另外下午CDC公布的基隆新增确诊者中 案5574是一名30多岁的孕妇 在准备生产时裁检确认为阳性 目前已经安排入住长庚医院 案5574 这是一名女性30多岁 那个案是孕妇 那本来她预计要进行剖妇产 那医院要求 现在入院都必须进行裁检 确认是阴性才可入院 那她经过裁检之后 是阳性确诊 那目前已安排入住待产了 那她的一个感染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也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牛苏也公布案5203 某医院行政人员的足迹 包括基隆国民运动中心 樊宇天格及目前已歇业的火锅店 金融市这方面除了加强消毒 也提醒曾在这个时段 到过这些地点的民众 注意自身健康状况 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 请主动向卫生局联系 安排筛检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 面对升温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 卫福部金融医院对于社会各界不断制证各种物资 给医护人员表达最大的感谢 同时也强调 为了将各种暖心的食品 特别是热食 可以热腾腾的及时送到全副武装 非常辛苦的医护人员利用休息时间享用 建议民众在前一天先和金融医院社工室联络 方便隔天的作业安排 最佳的制证时间则是早上11点 下午则是3点半左右 金融医院非常感谢各位三星人士 还有各店家的一个暖心的一个举动 然后捐赠一些我们的热食给我们的医护 力挺我们的医护 但是因为有时候是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一个感谢 那也希望就是我们的三星人士跟店家 如果要捐赠我们金融医院的一个热食的部分 可以在前一天呢 看跟我们的社工室联络 那看是送几份送什么样的一个热食 那有多少的一个量 可以提前告知我们 那在当日的一个早上差不多11点左右 还有下午差不多3点半到4点半呢 可以提供给我们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即时热热腾腾 还有三星人士的一个捐赠的一个好意美意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医护 在这边在感谢的大家 金融医院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除了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之外 也不忘感谢在这场防疫作战中 负责疫情调查以及疫苗管控等各种业务 同样非常重要的幕后英雄金融市卫生局人员 因此特地结合御赤奉天公 带着近百份现炒的炒面和四大香的健康饮品 致政给金融市卫生局 为卫生局人员加油打气 其实我们卫生局的同仁也更加的辛苦 他们也要随时支援各医院 还有所有疫调的整合等等 那我今天也特别带了我们的一些的炒面 还有我们的黑木耳 就是希望来帮卫生局的同仁加油打气 也让他知道其实大家都有看得到 我们卫生局的付出跟辛劳 我们也会随时来去为他们鼓励跟加油 金融市卫生局也由秘书朱春凤 以及企划科长庄惠文代表收下 感谢市议员张炳君和玉赤奉天公的支持和力挺 第一线的医疗同仁 真的是大家也看到他们戴着口罩 甚至手套满身湿的汗 可是在我们卫生局这部分 我们要做行政的协调 甚至我们要积极的跟中央去争取 可以为市民的服务 甚至防疫物质的一个争取 疫苗的争取 这也都是我们卫生局所同仁在努力的 真的很谢谢秉金议员有看到 我们幕后的这些行政人员 大家都很努力的在为市民们努力 那在此也呼吁希望市民能够跟我们勇敢的 一起来面对这个挑战 大家做好防护 戴口罩 请洗手 尽量的在家里面不要外出 我们把时间共挺时间一起度过这个防疫 谢谢 面对严峻的疫情 市议员张炳君呼吁各界 除了要支持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之外 也要支持幕后包括卫生局 警察消防和清洁队员等 幕前幕后的英雄们共同防疫 当然因为防疫期间是全民都有责任 那我们除了医护人员还有卫生局的同仁以外 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 比如说警政的同仁 消防局甚至环保局的同仁等等 那也呼吁社会大众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抛砖语语 来去共同关怀我们所有抗疫的无名英雄们 然后我们也提供一些我们的温暖跟帮助 让他们在我们守护我们台湾的防疫过程中 可以更加的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基隆市的病例也不断增加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也很关心 担心最早卫生局向市议会报告的 基隆市负压病房有33间 一般专责病房77间到底够不够应付呢 是不是可以做个分流的动作 把一般的诊所甚至其他的医院 如矿工三军种医院等等也一起来做抗疫 然后也做个分流分为重轻跟中来去做个一个医疗的判断 然后做好确实的分流 也可以让民众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防疫医疗 基隆市卫生局强调在市长林佑昌带领下市政府卫生局已经提前部署 重症病患由基隆长根收治 中度病患由布立基隆医院收治 轻症病患则是由矿工医院和三种基隆分院收治 长根因为它是属于医学中心 所以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子的ONCOVID-19的个案 重度的部分我们会交由长根医院来做一个收治 中度的部分会由布立基隆医院 那其他矿工三种我们是以轻症的个案为收治 甚至我们目前的量能也还能让无症状的个案在这两家医院 另外卫生局也要求基隆主要医院的门诊 或是不急需开刀等医疗服务降载 控出更多医护人员全力支援收治新冠肺炎病患 整个基隆市的医疗量能都是配合中央在做一个调整 甚至我们这几天也在请这两家医院长根跟布基 再去降载他们的一个量能 尽量把护理人力医疗人力集中在照顾ONCOVID-19的一个个案 同时卫生局也请中央可以准许像双北一样 收治新冠肺炎病患可以两人一试增加更大的医疗量能 有没有可能像双北一样一人维持两人以上的一个住院的情形 这部分我们也开始在跟中央提出这样的申请 这部分等待中央回复之后 我们也会随即反映给我们该收专者的医院 卫生局也呼吁民众一定要依照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指引 确实戴好口罩请洗手宅在家减少外出共同防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严峻 由于基隆市政府公布个案3835以及5203到公共场所的活动时 在5月15号当天都到过七堵区的南新市场 其中案3835在5月18以及5月19两天也自己到过南新市场 因此基隆市政府环保局在5月26号再度派清洁队员到现场再度地毯式的消毒一次 市议员张耿辉和杨秀玉也分别制证矿泉水 感谢清洁队员们的辛劳 那个人跟杨一言特别表达自己民意之意 来感谢他们的辛苦 那耿辉也同时在那边呼吁 因为消毒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筛检跟疫苗的支打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段期间我想一直扩散大计 我们疫苗的话还有大波多的市民都没有办法接种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也呼吁我们中央还有市长要加把劲 尤其在疫苗这个施打 还有我们这个筛检的速度要加快 首先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我们环保局的地线工作人员 那么因为随着最近这个疫情的严峻 那这一波的这个病毒可以说是来得又凶又猛 那我们环保局也考虑到说 因为我们南新市场 因为有确诊者嘛 那因为这边的人流的一个交叉 可以说是比较复杂 那环保局考虑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今天三度的再次的来到我们南新市场来消毒 就在这边代表我们基隆还有所有的乡亲 感谢我们环保局辛苦了 谢谢 由于先前个案2089经常到南新市场之后 依照市政府当时的防疫决定 南新市场将关闭到5月30号 不过后续又有个案3835以及5203到过 属于七堵政光商圈一环的南新市场也强调 是否会在延后南新市场重新开业的时间 完全遵照市政府的决定 以民众的健康为最高考量 市政府有点规定我们就直接一定要配合 疫情统要件的事情 对 你没配合的时候万一 大家丢到边的时候要怎么做生意 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批远警将男子团团围住 男子气急败坏 游泳才游到一半 就被远警制止 当场收到一张违规单 游到大岛去 在这个防波的地方 原来金融市政府17号宣布 关闭各风景区 在万木山海星游泳池出口 都拉起了封锁线 禁止民众下水 但这名男子没有遵守防疫禁令 下水游泳 被警方当场开单 他是通知书 通知书啦 他说一万五千年 而就在相距一百公尺的万木山礁石区 钓客幽形的垂钓 孙上不但没有穿救生衣 就连脸上都没有戴上口罩 被海旋员当场劝导 啊怎么不戴口罩 口罩戴起来 口罩 口罩 对啊 要戴起来 对啊 要戴起来 要戴起来 基隆市政府公告 从25日起 第二类渔港禁止垂钓 万木山渔港防坡堤 一个人影都没有 而距离不远的万木山礁石区 属于公共区域 海巡人员只能劝导 不能强制驱离 防疫期间民众尽量别出门 好好待在家里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身上具有橘色小点的幼虫 出现在枝头上 一夜之间把整排的罗汉松 啃得金光 让李明吓到通知里长 当初的时候弄得很漂亮 罗汉松很清脆 在大概在一夜之间 本来这么清脆 这么绿色的 就通通没了 你看看 好严重啊 照片中的虫虫 就是陈戴 蓝蛇的幼虫 最近出现在中正路 市长官邸古基附近 原本整排绿叶茂盛的罗汉松 却因为被数百只的 蟲蟲大军入侵 把整排的罗汉松 啃得只剩下只干 他本来都爬到这个 官邸的木材上面去 那这个整个数法都 都有啦 反正有几百只啦 由于又从把罗汉松啃光之后 陆续爬进市长官邸古基内 居民担心官邸也会沦陷 里长赶紧通报文化局前来消毒 彻底把幼虫消灭 我们昨天在接到反应的时候 就及时找了消毒公司 去做消毒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对于 这个虫额的本身 已经消除差不多了 那另外就对建物本体 也有做适当的一个 再强化的这个消毒的这个动作 其实在当时在修复工程的时候 这些日式木建筑的房屋 它所使用的木质材料 我们都已经有做过防虫跟防腐的处理 所以这一次的虫害 对建物本体并没有其他的影响 每年的四月到五月 是飞蛾的繁殖期 大多分布在日本 琉球群岛 在低海拔地区活动 由于幼虫具有毒性 鸟类不吃 天敌也少 这一回出现在市场骨鸡棺底 吓坏了不少民众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传统市场摊贩 并非全部贩售必要的民生物资 还是有许多民众没有警戒心 依然出外逛街群聚聊天 甚至还出现摊伤和民众 不戴口罩等问题 台北市议员王兴仪指出 文山区的木星市场情形就是如此 控新城防疫破口 虽然说台北市三级警戒以来 文山区已经是台北市 确诊数第二高的重灾区 但在木星市场的外面的摊上的部分 每天上午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潮在聚集 李蒋跟警方 每天都在进行相关的劝导 劝导得非常的吃力 附近的居民都非常的担忧 这样群区的畅犯 很可能成为疫情的破口 所以迫切的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警戒的层次 然后让这些外面的摊伤 能够暂时的停止营业 避免这个防疫的破口 文山区至今仍是确诊数第二名的重灾区 在疫情尚未控制前 汪欣议议员还是建议市府应该研拟针对 非列管的零食市集摊商 考量升高防疫作为宣布暂停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 市售法定传染病防疫保单 保费便宜 利赔规则简单 成为保险市场热销商品 但随着近日确诊人数巨增 预计未来将出现轻症及无症状的确诊者 被保险者受医疗资源排挤 连赖影响其医疗保险理赔权益 比如说我们的保险说要住院会给住院的金 赔偿金 那么隔离会给隔离的赔偿金 那么现在政府呢 通知隔离不然会有通知 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的医院有个降载措施 怕大家挤到医院把医疗系统给分配掉 因此呢政府就推出一些中间过渡措施 叫做防仓医院 或者叫做加强版的这些收容机构 那么这个收容机构固然是一种隔离状态 可是它到底算不算是医院 算不算是住院 就有会产生增值的可能性 疫情指挥中心我们统计到 5月22号的这个数据 目前在3139例的这个确诊个案当中 重症的患者占10% 我们以这样的数据去统计 那个658床一年啊 这个我们复养隔离病房可以提供的床位数 是34,216床 那么如果说这些 全台已经售出的这个289万张产险 防疫保 这些防疫保单啊 10% 我们举例了啊 希望不要发生 假设有10%的保护 就是28年9万人啊 需要重症 需要入住 护养隔离病房的话 那么 刚刚说统计的这个床数 要花8.44年啊 才能够完成这个治疗 显然目前护养隔离病房的床位数啊 可能不符合这个消费者入住 不符合消费者所购买的这些防疫保单 它的这个条件 那消费者实际上是有入住的需求 但是因为供应不足 无法入住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会符合几部保险金的这个条件 消费会呼吁 金管会保险局应该尽速 针对可预期的保险契约争议 邀请业者共商解决之道 调整保单未尽完备处 保障保护的保险权益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导 台北新北疫苗变鬼城 两万人离奇失踪 这是假讯息 还有教育部网站张贴居家线上学习 到6月18号 这也是假讯息 疫情延烧各种假讯息 也在网路蔓延 警政署通令全国研查 并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建立窗口 及时澄清 以免造成民众恐慌 如果接获来源不明或未经证实的疫情私讯时 应先查证 即使是出于善意的部分 也可能有涉及散播假讯息的行为 请民众千万要小心谨慎 以免出房 警政署表示 若民众任意散播 转传来源不明或未经证实之疫情资讯 将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 呼吁民众切勿以身释法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